一名海军陆战队员 孤身硬刚一群雇佣兵 室内枪战 室外飙车 丛林野战 从头打到尾 一路爆头热血到底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订阅铁哥聊电影 今天铁哥给大家带来一部 劲爆动作电影 海军陆战队员4 大壮曾是一名杰出的 海军陆战队员 退伍后加入了一间 私人保镖公司 他上班的第一天 便参与到一个 重要的安保任务当中 由此可见 公司对大壮很是其中 这次大壮等保镖负责押送 一个潜逃海外数星期后 被抓回来的女人小美 小美是个智商 高达135的电脑工程师 此前隶属于 美国最大的国防公司之一 她手中掌握着 国防公司叛国的 重要情报资料 为了低调行事 政府从最顶尖的保镖公司 雇用了大壮这支保镖队伍 托送小美去往国防部 面见司法部部长 小美对大壮一型人 负责自己的安全很不放心 女人傲气十足 认为大壮连穿的西装 都是便宜货 这么没品位的人 怎么可能保护得了她 女人这逻辑能力 真是见了鬼了 真不知道她智商135 是谁给测出来的 虽然女人很不愿意 但政府的人表示很放心 离开前委婉地表示 伙计们这一趟辛苦了 大壮一型人随后 将小美带上了车 托送任务开始 谁知当车队通过某密临时 大壮前面的一辆车 突然被人倒帽 前车盖都直接翻了起来 一种保镖们 与雇佣兵们互相吐吐 一时间波光密布 大壮注意到敌人在移动 想包抄他们 他们必须想办法赶紧离开 双方就这样战时僵持着 没过多久 缓过劲来的小美 在众人无暇顾及她时 一个人偷摸地往丛林里跑了去 大壮看到后 本着自身的职责赶紧追了上去 雇佣兵的头头看到这一情况 通知丛林那边的同伴 赶紧去追杀两人 在男女主角离开后 雇佣兵那就一个活力全开 丛林里的狙击手仿佛幽灵附体 一枪带走一个 雇佣兵全面进攻 保镖队长留下吸引火力 其他保镖赶去丛林保护小美 在掩护同伴离开后 男人被一枪抱头 雇佣兵们随后来到路中间 打扫完战场 被马不停蹄地 钻进了另一边的丛林中 丛林里小美一路狂奔 大壮一路追赶 要不是几名雇佣兵拦住了小美 大壮可能怎么都追不上对方 大壮角力不行 但手速他人第二 没人感染第一 男人哐哐哐一连竖枪 连让配角亮个相 说句话的功夫都没有 就领了盒饭 不得不说 这边操作厉害了 随后大壮从雇佣兵尸体上 搜罗起了各种武器装备 真是人死了都要挨个摸个遍 很快 大壮从一个NPC身上 摸到了一串车钥匙 这才满意地带着小美离开 女人失魂落魄地 跟在大壮后面 一步步拉 路上大壮呼叫起了同伴 可就在这时 子弹向他们打了过来 一队人狠话不多的雇佣兵 追了过来 大壮与小美只得赶紧逃命 两人逃出丛林 看到敌人在这里停下的 一辆破旧卡车 当即上了车 逃离了是非之地 雇佣兵头头 看到两人逃走好怒火中烧 毕竟到时候的奖金泡糖了 谁也不开心 大壮带着小美脱离险境后 女人再次想要寻求自由 她给出的理由很合理 自己在国外一直待得好好的 回到国内不到20分钟 就遭到连环追杀 女人认为大壮队伍中 有人出卖了她 大壮则认为 很可能是女人在无意中 向男友闺蜜泄露了自己的行踪 小美当即自证清白 说她没有闺蜜 目前为止 杰家的唯一男性就是大壮 这场护送行动 一定是有人泄密 但是是谁还不清楚 大壮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带着女人来到附近的安全屋 暂时安全后 紧急的女人拿走了大壮的枪 要男人交出钥匙 她要独自离开 女人打定主意 认为内奸一定出在 大壮的安保队伍里 大壮表示自己头一天上班 她哪里知道小美是谁 男人现在没时间啰嗦 让女人要么开枪 要么让自己继续保护她 小美暂时相信了大壮 安全屋里大壮一直没闲着 男人找到枪支弹药 还有一些吃的 想要带女人离开这里 然而就在两人要离开时 一辆车出现在监视器里 大壮蹲着枪前去迎接 来人是她的保镖同伴 两人告诉大壮 只有她俩跑了出来 对此大壮很是戒备 其中一人表示 她不相信他们在情理之中 他们内部有人泄露了行动路线 才会导致如今的局面 这人的诚恳让大壮放下了一丝警惕 然而就在大壮放下枪后 另一名保镖一枪解决了她的同伴 随即将枪口对准了大壮 彻底暴露出内奸属性 内奸控制了大壮 让她带自己去安全屋里找小美 这名内奸眼睛可能有问题 怎么找都找不到小美 内奸失去耐心 要解决大壮 大壮立刻表示 只要对方可以给她足够的钱 她就把小美交给对方 内奸一听当然不乐意了 我的钱为什么要分你一半 此时藏起来的小美 听到两人的对话 发现自己终究还是错付了 恼火的女人再次跑路 然而女人打开门时的警报声 惊动了内奸 大壮在对方分心之际 与对方争强起了手枪 两人在厨房里展开立场近身搏斗 两人瞬间化身厨房清理大师 什么盘子玩水杯 都是两人攻击对方的武器 实在不解气 还有椅子 台灯 一些比较硬的家伙事 随后内奸亮出了自己的小匕首 大壮也没在怕的 就地取材 拿了根烧火用的小铁棍就抡了上去 大壮完美演绎了 什么叫以偿客短 然而就在两人缠斗的时候 雇佣兵们也找了过来 这下热闹了 大壮将内奸踢出房间的同时 也将自己暴露在了雇佣兵的枪口下 雇佣兵对着大壮疯狂扫射 然而确实扫了个寂寞 成功把大壮给扫离了现场 躲避攻击的大壮找到小美 躲过女人的枪 一边阻击敌人 一边让小美去河边 发动游艇 而她接着吸引雇佣兵的火力 从另一条路来到了湖边 上了游艇 与小美再次从雇佣兵的包围中逃走了 通过雇佣兵们一次次围攻 大壮确定了小美 一定掌握着扳倒敌人的铁证 不然敌人不会这样孤注一事 大动干戈 在岸边脱离危险的小美 开始清算于大壮之间的问题 警惕的女人认为大壮保护她 只是为了到合适的时机 将她卖个好价钱 大壮知道女人听到了 她与内间的谈话 表示一切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男人不想再解释 毕竟自己也救了女人这么多次 怎么着 这一点信任也该有吧 不想男人刚转身没走几步 就被女人一石头给拍晕了 女人拿走男人手边的枪 独自跑路了 这边 雇佣兵一路寻找 发现了岸边的汽船 他们继续沿路追踪 此时小美跑出丛林 在路边打了辆车离开了 大壮醒来 顾不得伤痛 赶紧去追小美 在路边 男人抢了辆车 寻找小美的踪迹 大壮猜到女人会去哪 她直接来到最近的警察局 询问女人的踪迹 此时女人正在一个警长的办公室里 寻求保护 警长在知晓情况后 来到办公室外 见到了非常狼狈的大壮 很明显 男人对大壮的保镖身份存疑 警长打电话核实情况 不想接电话的 正式抓捕小美一伙人 在司法部的内奸 男人说 大壮和小美是 袭击车队的犯罪分子 让警长将两人控制起来 等他们到来 挂断电话后 警长当即控制起了大壮 小美也被人控制起来 两人就此被关押到了一处 很快 内奸带着雇佣兵赶到了警局 内奸本想不大动干戈 就带走小美 谁知 在男人进入警局后 雇佣兵们擅自行动 跟进警局 直接对着警察就是一顿糊涂 这态度纠叉在脑门上 刻上反派两个字了 一千人嚣张到极点 他们在警局大杀四方 四处寻找大壮和小美 他们走到哪 警察死到哪 急着着大壮和小美 躲过了一名雇佣兵的土路 随后一名干练的女探员 将其反杀了 大壮趁机解开手铐 带着小美往外面投 警局里还是有几名 能打的警员的 他们阻击住了雇佣兵们 大壮将小美带出警局后 让女人去职尖 和司法部长办公室联络 然后返回了警局 协助其他警员 打击那些雇佣兵 不得不说 大壮枪法就是准 一登场就干掉了 好几位雇佣兵 光环耀眼的大壮告诉警长 赶紧带着上院离开 他留下掩护他们 随后警长带人从后门离开 谁知一些人刚上了车 就被拦截的两名雇佣兵给吐吐了 好家伙 早知道这么快领盒饭 不如留在警局里 还能再加点戏份 此时警局里 大壮一人硬钢一伙雇佣兵 愣是让对方寸步难行 雇佣兵头目随后让属下 拿来了一把重型武器 只见男人一炮下去 大壮瞬间被干倒 没了光环的男人 只能赶紧逃命 他来到后门 上了小美开来的车 离开了警局 雇佣兵们则紧随其后 开车追击大壮与小美 双方一边飙车 一边疯狂扫射彼此 大壮一人扛住所有伤害 击毙了好几名雇佣兵 双方从大路一路突出到小路 一名雇佣兵打伤了大壮 大壮忍住伤痛 干掉了围守车辆的刺激 雇佣兵也就此被拦了下来 小美和大壮丢下车 带着装备向山林里跑去 随后 雇佣兵在山林入口 找到了大壮丢下的车 由于天色健暗 他们打算明天天亮再进行搜捕 天黑后 丛林里大壮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伤口 小美见到大壮如此拼命保护自己 彻底信服了对方 为了以防万一 大壮表示有他在就不会有万一 夜色中 他们继续穿行 天亮后 他们还没找到出口 男人想让女人先离开 他留下足迹敌人 不想女人表示 要走一起走 此时雇佣兵们重新集结了人马 正在山林里四处搜索 这次擅长山林野战的大壮 选择主动出击 男人埋伏在暗处 一枪将一名雇佣兵爆头 接着又收获了第二个人头 大壮暴露位置后 一场激烈的丛林枪战彻底打响 很快 大壮便战略性撤退 诱敌深入 另一边 小美也端起了枪 吸引了一波火力 将雇佣兵们分开了 随后 大壮开始个个急破 男人一路暗杀了多名落单的雇佣兵 一路追踪小美的雇佣兵 也被小美射下的陷阱 吊死在了半空中 雇佣兵们一路追击 但很明显 他们这群人完全不如 大壮和小美配合得好 两人 你跑我打 配合着天衣无缝 两人的默契突飞猛进 这场丛林之战 就是一场消耗战 雇佣兵一路追击 大壮和小美一路边打边撤 很快 雇佣兵们再次陷入了 大壮提前布置好的陷阱 雇佣兵们又损失了一名队友 接下来的追击中 一名队友误中陷阱丢了性命 雇佣兵们变得小心起来 他们决定 心仇就恨一起算 一名女兵 托一名制 复抓的大壮誓不罢休 女兵手肘带拓 还真让他给遇到了 大壮假意投降 在女兵靠近后 一个转身控制住了女兵 男人拿了女兵的枪 一顿扫射后 解决了前面的一名雇佣兵 女兵这时掏出匕首 朝着大壮的胳膊来了一刀 成功挣脱开男人的钳掷 两人随即比起了拳脚 女兵当然不是 空无有力的大壮的对手 谁知女兵不将无德 专朝男人下三路攻击 这下大壮再也忍不了了 将女兵挡在身前 让女兵赶来的同伴射杀了他 接着大壮三两下 又撂倒了赶来的那名雇佣兵 不想此时小美被内奸白衣男抓住 她将女人挡在身前 威胁大壮放下枪 就在两人对峙的关键时刻 小美挣脱开男人的前置 跑到了大壮身后 随后大壮和白衣男打了起来 在两人打得男人舍男分时 小美出现了 一枪解决了白衣男这个内奸 两人还没来得及喘息 雇佣兵头目射伤了大壮 大壮倒地不起 小美被头目抓住 半路上大壮突然冲了出来 拦住了头目 大壮凭着最后一口气 杀死了头目 就这样 大壮凭一己之力 阻止了这场阴谋暗杀 影片最后 证据被呈给司法部部长 那名叛国的国防公司首脑被逮捕 小美送给了大壮一身细服 作为告别的礼物 影片到此结束 海军陆战队员系列电影 走的都是这种 又刺激又爽的路线 男主永远无敌 拯救女主 枪战贯穿全场 反正铁哥看完后 脑中只留下了三个字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电影 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铁哥聊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